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谈起对联,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对联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流传至今,依然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,比如新婚之日,乔迁新居,逢年过节等等,都会贴上对应的对联,可以说是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。 在古代,没有网络和手机,人们的生活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,但人家的精神文明是丰富了,在古代才子家人的乐趣,就是约上三五好友,一起品名抚情,迎师作对,其中对联更是收到了文人默克的追捧,不仅是才华的体现,更是那个时代,才子生活的真实写照,可以抒发情感,可以介物研制。 经过上千年的传承,流传下了许多经典对联和故事。 明朝的时候,江南有一位才女,偶然遇到了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,才子很早就听说唐伯虎的大名,如今有幸见到偶像,心里自是激动不已。 为表芳心,才女出了一个上联,以表达对唐伯虎的仰慕之情。 才女的上联事,与无门户能留客。 唐伯虎听懂了才女的意思,只是此时的唐伯虎,无心儿女情长之情,这时看到天边的彩虹,想出一句绝妙下联,因此来婉拒财女的爱慕。 唐伯虎到底对出来怎样的下联?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,唐伯虎二十四岁的时候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,他的父亲去世了,没多久,他的母亲,妹妹,妻子和儿子都相继离世。 唐家就此没落,唐伯虎每天借酒消愁,醉生梦死。 还好唐伯虎朋友众多,在好友住之山的劝说下,唐伯虎开始重振旗鼓,振兴唐家,于是他开始苦读,准备考取功名,来恢复唐家往日的荣光。 唐伯虎二十八岁那年,他取得应天府相是第一,之后便要入京参加会试。 奈何命运使然,唐伯虎被牵扯进了徐晶的舞弊案,还被关进了大牢,被贬为一名小利。 以唐伯虎的个性和才华,怎么会屈从做一一名小利? 于是便挥挥大手辞官了。 辞官后,唐伯虎经常约上好友出去游山玩水,这次和他好友住之山,来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,一路的风光美景,尽收眼底。 还未完的尽兴之时,突然下起了雨,他们两人都没带伞,于是就一路小跑到一户人家的屋檐之下躲雨。 这户人家看到有人来避雨,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进屋,给他们端茶倒水,给唐伯虎等人倒水的,这是这户人家的千金。 这位千金可不得了,不仅能吟师作对,琴棋书画,那是样样精通,是远近文明的才女,在他给唐伯虎倒水的时候。 无意中看到这个公子的扇子,写着唐伯虎三个字,此人就是名满天下的唐伯虎。 唐伯虎也没有避讳,自我介绍了起来,在下唐伯虎,这是我的好友住之山,承蒙姑娘的招待,感激不尽。 果真是唐伯虎,女子非常激动,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,心里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,于是就出现开头那一幕,女子未表爱慕之情写下的一句上帘,与无门户能留客。 这个上帘单独来看很是平凡,但是结合当时的情境,此帘就非常的妙了,与虽然无门,也没有窗户,却可以把人留住。 这是才女向唐伯虎表达爱慕之情,我想把你留下来。 在古代女子都是养在深归,基本上不会抛头入面,成年后就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,早早嫁人,就是能遇到心仪之人,也不会直接说出来。 而这位才女借用对联,巧妙地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,可见此女子非常的智慧。 唐伯虎才经历了丧妻,丧子之痛,此时断然是没有办法才接受其他女子的爱意了。 此时天空放晴,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,唐伯虎想到了怎么去回应才女的爱慕。 唐伯虎的下联是,红有桥梁不度人,这个回应相当巧妙,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心境和想法。 也婉拒了彩女的爱慕,我们只有一面之缘,就如同这彩虹,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,什么时候消失。 这彩虹就像镜花水月,看得见摸不着,无法度人,注定两两相望,有缘无分。 彩女自是听到了唐伯虎的意思,失落了一会儿就回到了房间。 想到能和自己的偶像,能在同一屋檐下避雨,还留了一副巧对,也算人生一大幸事。 唐伯虎离开后,彩女夜夜思念,明知不可能,却还心心念念,这样下去肯定不好。 于是决定举行一场倚文招亲,希望能找到一位有才之人。 很多人听说,财女要以文招亲,都跃跃欲试,想抱得美人归。 财女招亲的题目,是一句上帘。 吹开荒草建两门,一大一小进哪一门? 杨公子对道,风吹云雾建金山,一高一低都是钱。 杨公子在炫耀自己家底身后,很有钱,财女觉得太俗了。 李公子音声对道,推开屋门建祠堂,身体前方都是官。 李公子显示了他家世代为官,很有地位。 财女觉得高攀不上,他要找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。 这是一位手持折扇的书生,来到财女跟前。 对道,春暖花开剑双雁,一词一雄是真爱。 此下连对得非常绝妙,意境也非常符合。 财女甚是开心,这才是他要找的如意郎郡,很快两人就拜堂成亲。 财女也把对唐伯虎那份执念,永远留在了心底。 对联故事接着看,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的伟大国度。 其文化底蕴博大今生,出现了数不尽的优秀文化。 诸子百家,唐诗宋词,曲艺小说,书法艺术,对联文化等等。 其中,对联作为最接地气的传统文化,上至文人末客,下到市井百姓,无不喜欢对联文化。 以至于到现在,对联依然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乔迁新居,结婚大喜。 逢年过节,都离不开对联文化的加持。 而在古代,许多的文人骚客都对对联情有独钟。 那时候,人们的娱乐方式单一,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迎师作对,赏花喝酒。 由此产生了许多千古名队和队联高手,如苏辽、苏小妹、佛印、唐伯虎、纪晓兰等人,在对队联方面,都有着超乎常人的见解。 他们流传了很多千古名队。 除了这些文学大咖,历史名人,民间也有很多对联高手。 他们留下的对联,也是相当精彩。 在古代有一种说法,那就是,女子无才便是德。 要求女子养在身归,学习女工,将来嫁人了,学习三从四德。 古代女子的地位并不像男人,男人可以考取功名,女子就不行。 这就是封建社会对女子的不公平。 但还是有很多大夫人家,会培养女子读书习字。 北宋时期,江南有户做丝绸的大户,姓刘。 这户人家经营半个江南的丝绸生意,可谓是家大业大。 这户刘姓人家有个女儿,从小饱读诗书,能歌上舞,琴棋书画全都会,是远近闻名的大都会女。 随着刘小姐的年龄逐渐增加,眼看就到了试婚的年纪。 上门求亲的络绎不绝,父亲更是为此准备很多富家公子,宫女儿选择。 奈何女儿对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分抗拒,选来选去,没一个满意的。 于是,刘小姐萌生一个想法,就是以对人招亲。 父亲对此也是比较支持的,毕竟女儿的终身大事,还是由她自己做主。 没想到在封建时期,还能有如此开明的父母。 看到父亲如此支持自己,刘小姐十分欣慰。 现在就等刘小姐出题张榜了,刘小姐苦思了很多,都没想到满意的上帘。 在一天晚上,看到房间里的油灯,来了灵感,想到一绝加上帘,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。 刘小姐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美人图,于是想到了一句上帘。 画中美女,双眼,寒情不语。 隔天,父亲就把这个招亲上帘,张贴在大门上,刘家大小姐招亲的消息,一时间传遍整个江南。 很多才子,傅家公子,范夫走卒,都想试一试。 很快,刘小姐就收到厚厚一叠答案,看了很久,没一个自己想要答案,刘小姐很失望。 这时,一位秀才路过此地,看到门上的上帘,再看到门上,还有一对门神,想到了下帘。 门上将军,两脚未曾着地,秀才让刘府的女仆将这一下帘传达着刘小姐。 刘小姐看到这个下帘,非常开心,将军对美人,两脚对双眼,对一张公正,意境相符。 于是就让女仆将秀,才请到府上,缘分有时候就是如此巧妙,两人初次见面,就互生好感,一见钟情。 没多久,两人就拜堂成亲了。 新婚夜,刘小姐为增加一点氛围,就出了一句上帘。 洞中无底谁满出,秀才思索一番,很快就对出了绝妙下帘。 山高路远游不尽,此下帘堪称绝对,刘小姐十分欣慰,意味在秀才的怀里,憧憬着婚后的美好生活。 一副对联,对联定终身,实属一桩美谈。 上帘,话中美女,双眼,寒情不语,你们能对出怎么样的下帘来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